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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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做到行业顶尖的运动员拍片出道 职业排球运动员小林马美 乒乓球运动员毛天力球 羽毛球运动员左伯奶奶 排队下海 连衣食无忧的附加千金也要拍拍片 很多人通过始于极限 这本书知道了林木良名字 她毕业于东京大学 来自一个富有的高知家庭 却为了对抗母亲的高压放逐自己 进入色情夜 出演上百部拍片 还有身价五亿的社长千金 旨在挣脱有钱人的苦闷 19岁便决定拍片 甚至年轻时是歌剧歌手的71岁老人家 也投身于此 她兢兢业业工作十年 服务老年市场在日本 不止走投无路的人会踏入漩涡 任何职业阶层 年龄的女性都是拍片预备役 她们从前在职业上越成功 越能在拍片界快速成名 纳动销量 无论是迫于生计 怀抱演员梦想 或是放飞自我 探索人生边界 演员 歌手 偶像 运动员 芭蕾舞老师 她们被性化之后 通通只剩一副赤裸容身 投射男性的欲望 日本性产业 欢迎每一个会呼吸的女性 在日本拍片早已不是什么禁忌 电视上可以公开谈论 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更是泛滥 不过很多时候 媒体都倾向包装 她们的高收入 媒化她们的光鲜生活 令普通女孩相望不一 三上优雅曾在综艺中透露 她拍第一部片的片酬 可以在寸土寸金的东京 买一套两室一厅 一如她放下的豪言 既然要走 我就要成为业界第一 退役的同行业说 顶级的年收入可达一亿日元 约合483万人民币 如此高的收入 实在是让人心动 至于灰色地带的公关小姐 更是因为广为人知的奢侈生活 成为年轻女孩们的奋斗目标 比如号称日本第一女公关的一条响 她在业界的称号为一女 是歌舞纪丁 传说一般的存在 一条响的生日在九月 所以她每年九月的演演 都能轻松脱衣 客人们排队为她冲野鸡 谈脚间移植前景 生日party 积极奢侈 明酒一开就是舒适品 一珠酒的营业 就有1500万人员 约合人民币73万 富豪们簇拥着她 送来限量名标 奢侈包包 她工作时 为人提供情绪价值 日常生活则外不贵妇 美同 按摩 购物 以美看漫画 大游戏 闪闪发亮的计算 自己买单 又是多万的收票 那一塌塌 现金结算 她的同事则住着 五一日元装修的豪宅 客厅大到可以跑进来 放满一整个房间 让人言话缭乱的 使她20多岁努力工作的结晶 与公关们对工作的代价 逼口不提 展示着超能力 不忘提醒屏幕前的观众 自己有多努力 一条箱有不少好奇发言 我希望能随时买得起想要的东西 吃得起想吃的食物 为了能及时满足自己的欲望 我努力工作 这套女强人 价值观 和财富自由的生活景观 吸引了众多追随者 深厚的信徒们仰望着她 并以她为目标 大家都很想成为她 而一条响也有质疑子 她要吸纳更多的年轻女孩 进入公关界 培养出更多像自己一样 人气火爆的头牌 想让大家都闪闪发光 还有点女性之间的 先腹带后腹一味 但显然 这听起来像一场巨大的传销 这片局 其实是整个日本社会的共谋 就像公关小姐的光鲜生活 成为女强人的样本 当媒体对拍片进行大量曝光 一方面 确实能通过脱民 减少对她们的偏见 但另一方面 很多女性因心生崇拜 进而跟随着进入行业 也是客观事实 名合理的优惑在前方勾演 更可怕的是 生存的压力还在后方逼近 和接连投身性产业的盛况相反的 是日本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糟糕的就业环境 碾压每一个苦苦生存的女性 疫情期间 日本大量非正式员工被财 其中70%是女性 他们从非正式员工 降级为便利店 餐饮店打工 当打工也养不过自己 就进入封锁业陪酒 派天 卖身 向上走通道戒链关闭 无路可去 向下的夜世界不断召唤 皆是贪图 星柴也大门敞开 等着捕获每一个心存侥倾的女孩 她们看似主动走向了大海 实则是被推动着 滑向危险的深渊 女性被诱惑着 被逼迫着向下走去 一些男性往往还对着 性别红底陷入不已 男人更惨 想出去卖都没人要 而很多投身性产业的女性 也大方坦诚 她们渴望被关注 要出名 要赚钱 甚至有更高的目标 改变大众对性的偏见 但有一个事实 无人可以为力 发达的私情行业 建立在对女性的残酷剥削之上 海平公司的星探 经常会在大街上 女子女孩 用当模特的高酬劳 甲合同骗当入行 然后 把她们压榨的一干二净 心叹荡然知道 女孩子被当作商品 勇敢就扔 而也禁止金泽 成为为感情的商品 资格关注 比如 因为赵卑发生变化 公开向粉丝写罪 与36岁亲生的泛道爱 是海平界的知名前辈 她曾写下一本自传式小说 柏拉图是心爱 在书中 她这样讲述 拍片世界对女性的压榨 今天她们充其量 只能说是一颗颗摇钱书罢了 就算是比艺人还要可爱的女孩子 也都被当作消耗品一般用了就丢 拍片向来吃的是青春饭 很多会在入行两三年后退圈 宏吉一世的三上优雅 也在今年宣布西营 出道一段时间之后 她的片酬开得越来越低 为了赚钱 片子的尺度不得不越来越大 伤害不会随着退出终止 进入新产业所付出的代价 远超她的预计 前拍片与演员的身份永远无法告别 对此已经退圈六年的苍净空 应该深有体会 现在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但每当她发布和孩子的日常生活 平衡区依然是乌言汇语 在新产业亲身滚打多年的林母两位 早已看透 所谓女性可以拿来卖的价值 被强行赋予 再被强行剥夺 拥有与否也无关本人意愿 强调女性进入新产业的自愿和主体性 不过是在为男性的欲望免责 然而在日本 善用寝塞资本走那条更轻松 也更危险的路 已深深刻进了很多女孩心中 她们浸泡在新文化中 从青春期开始便被不断进化 成为新产业的一环 这似乎是一个走不出来的漩涡 也是一个女性处境的名誉 女性永远被鼓励只要自责 清楚而不是头脑 体力去改变命运 社会不遗余力地吸到她们 要通过掌控男人去掌控世界 而非靠自己夺取权力和自由 即便走到绝境 也还有最后一条名目 卖身 她们被默许可以出满身体 感情自我 毕竟笑品不笑长 注意这些美丽的气血 宽容的允许 只为女性特工 而男性从不被允许 有青涩资本 更不能靠身体走捷径 她们只能踏上最艰苦 但也最可靠的道路 去奋斗 去成功 所以 下海的只有女演员 女偶像 女运动员 男性则一直站在岸上 作为性消费者 滴水不沾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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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